這是一條來自於南極的惡兵魚 它是唯一的一隻沒有紅細胞的脊椎動物 接下來我們仔細觀察它的腮部 打開它的腮蓋 發現它的腮是白色的 而不像我們常吃的魚是紅色的 無論我們人類還是魚類 醫或是哺乳動物 鳥類 輸送氧氣的 都是靠它們的紅細胞 所以它們的血液都是紅色的 而這隻魚它沒有紅細胞 惡兵魚生活於寒冷的南極 它的血液裡面有很多抗凍蛋白 而它的心臟也比同體型的魚要大上四倍 這樣我認為是更有利於這個血液的循環 而它的體表是無靈的 也就是說它的皮膚可以和周圍的海水 直接交流氧氣 南極的掠食動物不多 它算其中之一 你看它這個牙口密密麻麻的小牙齒 我們看看它平時吃什麼吧 你看它的胃容物還很新鮮的 剛剛補食後就被捕捉上來了 有靈蝦還有另外一種神體的生物 這是某種松保存的非常完好 就跟活的一樣 然後它黑色的是它的眼睛非常大 松這個字是打不出來的 我只在書上見過 而第一次這麼進去接觸 好了魚眼睛過了 我們來嚐一下這個魚的味道吧 哇這個魚看上去QQ彈彈的 我已經迫不及待要嚐一口了 哇塞 趕快嚐一下 它這個肉看起來很Q彈的樣子 嗯 這肉好筋道QQ彈彈的 哇塞這個 魚的肉特別的Q彈彈牙 還是不錯的 嗯 嗯這個魚可以 吃完魚 我還在它腦子裡發現了一塊 潔白如玉的小石頭 你們猜是什麼呢 沒錯啊 就是它的耳食 這耳食可是它的身份證 這條魚多少歲了 然後是哪種魚 都可以依據耳食來判斷 嗯 嗯